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广结善缘很重要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都是靠着什么? 靠着缘分维持这个关系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生活 都是靠着什么?缘分 一对夫妻如果没有缘分 有可能就这一曲 所谓的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个恩就是讲姻缘嘛 对不对 像师傅为什么会出家? 为什么不成家? 没有这个缘分嘛 道理都是一样的嘛 出家的命 一定要来出家嘛 所以广结善缘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以前在山上有一位老和尚 一位老和尚 他在山上有一间寺庙 这个寺庙很简单 这个老和尚天天除了做这些寺庙的杂物 过得就是很清洁的很平淡很清净的生活休息 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过生活 就是只要简单过就好了 那有一天这位老和尚在散步的时候看到这个寺院很破落了很落后 而且佛像一个大雄宝殿又开始滤落了 就是要发下大愿要来怎么样呢? 让这个寺院重新来建 然后把这个佛像来补金 但是你要重建这个寺院 你要把这个佛像补金 首先你一定要有财力嘛 你没有财 你没有钱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想要建道场 你没有人护法 行吗? 不可能啊 然后呢 这个老和尚就发下大愿 我要重新来建这个寺院 所以啊 一定要下山去化缘嘛 没想到下山化缘 化缘了一段时间 没什么人供养啊 一点点而已啊 所以啊 想一想去 为什么 收入了一点点而已啊 后来呢 他想起了 他这个下山啊 有一些这些大豪主啊 就是这些富裔人家呢 他想一想 看看去化缘 希望他们能够来护持 没想到呢 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宅 在这个豪门大宅 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所以啊 敲门想要跟他化缘 没想到来开门的就是这个大宅的老板 的主人 那这个主人呢 看到这位老和尚啊 不但不供养哦 恶奇又用一个不善的语言来骂这个老和尚 怎么骂这个老和尚呢 不自力求纯 只知道其林迷人 就是乞丐一样 所以这位老和尚啊 听了这句话 他有没有厌恨 这位大富裔人家 没有啊 他回去检讨 为什么 没有人来供养 为什么 没有人来护持 所以他检讨 反省 精进 用功 后来呢 他是探听啊 这个大宅子啊 这个 这个豪门大宅啊 这个的主人是谁 后来被打听了 哎 他的主人呢 是信良 是一个大官退休了 所以啊 为了这个信良的大官呢 立了一个消灾牌位 消灾眼朔的牌位 把这个牌位放在哪里 放在他的大雄宝殿 天天诵经回向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不是为了这个大 这个这个大财主呢 来供养 不是 希望这个大财主 能够种下这个佛子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佛子 种下这个这个这个种子 希望能够以后 广结善缘 帮助一切众生 天天就是这样回向 检讨 就是把他立牌位 写他的信 信良嘛 良大官 就写良大官这样 后来呢 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年 这个信良的 到山上去走路的时候 没想到 走一走 看到了这个寺院 这个寺院虽然很破络 但是一层不反 很干净 很整齐 而且里面有很多出家人 非常的喜欢 见到这个道场的时候 气愤 非常的欢喜 一进去的时候 去礼佛三拜的时候 没想到在大雄宝殿 看到自己的名字 就是长生位 立他的消灾牌位 所以他很好奇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到这个道场 为什么有我的名字 在这个道场 而且又写消灾眼朔 属于问这些小沙咪 是谁帮我立这个牌位 小沙咪才跟他讲 这个是我们的住持 天天为这个司祖来供养 来祈祷 来消灾 没想到一听 这个信良的这个大官 很欢喜 很感动 没想到 见了这个住持的时候 没想到 他曾经骂过这个老和尚 所以他很常规 后来 因为 因为他的真诚心 后来 这个信良的 归一三宝 又做他的护法的弟子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广结善缘很重要的 你祈求别人来护持 你首先一定要有贡献给别人 你要供养 你要布施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只念佛不修供养 不修布施 死不行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你将来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不修供养 你要知道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就是要成佛的 将来要去度化众生的 你不跟人家广结善缘 谁来护法 你将来到一个古土 你到这个世间要度众生 谁来护持你 谁来护你的法 没有人来护法你 尊敬的主意统修大德 你看释迦牟尼佛 一身奖金说法 藏水地质的1255个人 在印度那个时候 有16个大国 国王就是他的护法 再加上不跟着他在一起的 伐死很多 为什么这么多 护持的人 过去生嘛 极了善的缘嘛 所以尊敬的主意统修大德 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 你必须要跟人家广结善良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布施 布施有三种 财布施 法布施 国为布施 用你的能力来帮助 第二个用什么方法 用你的功德 师父我今天 我没有财力 我没有能力 我没办法 讲金说法 来为大家 但是你用你的时光 用你的时间 我来送一部经 我来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把这句阿弥陀佛 我用我的真诚心 我来供养给一切众生 整个虚空法界 能够离苦得了 能够这个世界 能够大哉化小 小哉化五 这个也是你的功德的供养 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就算你坐在那个地方 五分钟你念佛也好 用你的真诚心理念佛来供养 你想你的周围 能够受到利益的有多少 四十里 这些众生 能够获得这句名号的功德利益 方法太多了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学 大家的 释迦牟陀佛也告诉我们 用你的言语 跟人家结善缘 就算一句好话 一句的赞美 有时候会带来大家的欢喜 带来大家的快乐 你一句不善的语言 你会带来众生的痛苦 带来你周围的人的烦恼 你会带来众生的痛苦